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教各位怎麼把 Rhino 的文字參考到 Grace Hopper 裡面 那在傳統上 一般來說我們想要把 Rhino 的物件參考到 Grace Hopper 裡面 我們只需要找到對應的 container 就可以做參考 舉例來說 我們想要把一個矩形參考到 Grace Hopper 裡面 我們只要找到它對應的 container 以矩形來說我們只要使用 Curve 的 container 就可以把它參考到 Grace Hopper 裡面 我們對 container 按右鍵選擇 Set 1 Curve 然後我們就可以點選這個矩形 接著它就被參考到 Grace Hopper 裡面 但是文字的物件並沒有辦法做這樣的參考 直覺上我們會想要使用一個叫做 Text Container 當你使用這個 container的時候呢 你對它按右鍵 你會發現沒有選項可以讓你做參考的動作 因此呢這個方法對於文字物件是不管用的 所以呢我們在這一次的教學裡面 就要教各位怎麼去寫一個 Python 的節點 來把這個 Rhino 的文字參考到 Grace Hopper 再去做後續的處理 好 那首先呢我們會需要使用到一個 GUID 的 container 然後把它加到 Grace Hopper 裡面 接著我們可以對著這個 container 按右鍵 然後我們選擇 Set 1 GUID 那我們就可以針對我們想要參考的物件點一下 那目前用這個 Amazing 做舉例 那我點完之後呢我可以發現這邊它參考到了一個字串 那這個字串其實就是這個文字物件在 Rhino 裡面的 ID 好那我要怎麼知道這個 ID 是不是正確的呢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文字物件 然後呢我們到它的屬性面板底下 去找到 Details 把它打開 那它的第一行呢顯示的其實就是它的 ID 那我們仔細看一下會發現這兩個 ID 是一樣的 那也就是說呢我的這個 container 是可以把 我們是可以把所有物件給抓進來 那只是我們讀到的是它的 GUID 好 那在這邊需要說明的是 Rhino 跟 Grace Hopper 它其實就是兩個不同的文件 那雖然我抓到了這個 Rhino 的 ID 但是我沒有辦法直接來使用 因為這時候在 Grace Hopper 作用裡面 它會去搜尋 Grace Hopper 裡面的物件的 ID 那在 Grace Hopper 裡面的物件 當然沒有我在 Rhino 的這個物件的 ID 所以它會找不到它 那因此呢我們等一下就是會需要利用 這個 Python 節點來控制一下我們的作用文件 那把它從 Grace Hopper 改成 Rhino 之後 我們就可以讀到這個物件 然後我們就可以利用對應的函式去讀到它的這個 相對應的字 好 那首先我們需要呼叫一個 Python 節點 所以我們可以左鍵點兩下 打 Python 那我們來找到這個 GH Python Script 好 那在這邊呢因為我們只會有一個 input 進來 所以我們可以把多餘的 input 給關掉 那我就把這個 Y 按-把它關掉 然後呢我可以把我的 ID 接到 X 那目前 X 對應到的就是一個 ID 那接著我們可以左鍵點兩下打開我們的 editor 好 那我們可以把我們的 editor 稍微放大一點點 方便我們來編輯 然後我們也可以按住鍵盤的 Ctrl 加滾輪 把文字稍微放大 好 那首先呢我們會先需要 import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我們的 script context 然後我們把它縮寫成 SC 那接著呢我們還要多需要 import Rhino 好 那接著呢就如我們剛剛所說 我們想要把我們的作用文件 從 Grashop改到 Rhino上面 所以呢我可以呼叫 SC.doc 那這就是我的作用文件 那我想要把它轉換成 Rhino 點 Rhino doc 點 Active doc 點 Active doc 好那這時候呢我的作用文件就轉到 Rhino上面 那當我轉到 Rhino 讀到我想要的東西之後 我其實需要再把它轉回 Grashop 所以呢我們最後要再加上 SC.doc 再呼叫一次 接著呢最後把它變成 變回我 GH 的這個文件裡面 就叫 GH doc 好那這樣就沒問題 那中間我們就可以來處理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那在這邊呢因為我們想要呼叫跟文字相關的指令 那如果你不知道這個文字相關的指令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按上面的 Help 然後這邊有個 Help for Rhino script syntax 那我們打開它 打開之後呢它其實會導到一個頁面 那這個頁面你會發現它不存在 那原因是因為在以前這個 Rhino script syntax的說明文件 它有分 Windows 版跟 Mac 版 那後來呢它就把這兩個合併 所以目前這個網址你會找不到東西 那也很簡單我們把前面的 Win 給刪掉 再來一次 Enter 那它就會導到我們這個 Rhino script syntax 的說明文件 那在這個說明文件裡面呢 我們因為要找的是跟文字相關的指令 所以呢我們可以直接搜尋 Text 好 那它就會幫我列出跟 Text 相關的指令 那在我們的範例裡面呢 我們會需要用到的是 Text object text 這個指令 我們點它一下 好它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指令 它的 Perimeter 就是我需要輸入什麼東西 那你會需要輸入一個 ID 然後呢這個你也可以再輸入一個文字 但是它說這個是 Optional 的 就是你不一定要輸入 那你最後呢會 Return 就是你輸入完成 然後它會回傳一個這個字串給你 好然後下面有範例給你參考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會利用這個指令 那我們回到 Grace Hopper 的介面 那我們就打上 剛剛的指令 Eyes 等於 Text Object Text 那因為這個 Editor 有支援 IntelliSense 所以呢我們可以 打幾個字就找到這個 Text Object Text 然後按 Enter 然後在這個 Function 裡面 我們當然就要輸入我們的 Object ID 那 ID 就是我們現在對應到的這個變數 也就是 X 然後就打入 X 那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這個結果 是不是我們要的結果 那所以呢我們可以先按 Print 好 那因為在 Rhino 7 使用的這個 Python 語言 是 Python 2 所以呢它只需要空格就好 那如果是 Python 3 的語言呢 你還會需要加上一個括號 那我們就先按 Test 看一下 好 那它確實就是顯示我們抓到的這個文字物件的文字 好 那目前只是做 Print 也就是預覽 這個它的結果 那我們要讓它變成實際上的 Output 我們就要把我們 Output 值給接上去 那在這個 Python 節點裡面 我的 Output 現在叫做 這個小寫的 A 那我就把它改成 A 等於 RS. Text Object Text 然後這個裡面去讀它 好 那完成之後呢我就按 OK 那我們可以在後面接上一個 Panel 去看一下它的結果 所以我把 Panel 把這個 A 接到這個 Panel 上面 它現在顯示的就是 我們抓到的這個物件的文字 那當然我們可以改改看其他的 參考其他的文字 比如說我來參考這個中文 中文也沒問題 我們來參考看看日文 日文也沒問題 那我們也不是只能夠參考一個 我們可以參考多個 所以我可以按右鍵 選擇 Set Multiple GUID 然後呢我就把我想要參考的文字 物件一起選起來 然後按右鍵或 Enter 好 那它就會三個都參考到 好 那以上這個就是寫 Python 節點的方法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方法還是太複雜的話呢 下面就推薦各位另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是的我們另一個更簡單的方法呢 就是直接升級成 Rhino 8 那你可以看到目前我這邊使用的是 Rhino 8 那它我把它改成深色模式 所以比較容易辨認 好 那在 Rhino 8 對應的這個 Grace Hopper 它就把文字物件的節點給做進去了 所以呢我們可以在這邊去找到一個叫做 Text Entity 的這個 Container 我們把它使用它 那接著我就可以直接來參考 Rhino裡面的文字物件 好 那像現在我們就參考到 我們可以一樣接個 Panel 看一下 好那它告訴我說 我目前參考到的是一個這個文字物件 然後它的字串叫做 Amazing 那一樣我們來試試看參考不同的文字 好 這個也都沒有問題 那一樣參考多個文字 好也確實都沒有問題 因此呢如果你不想要寫 Python Code 的話呢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直接升級成 Rhino 8 好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教學 謝謝各位